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特意顺的头发 然后今天显然特别娇巧的咕噜 然后因为我其实在之前好多视频里面都提到过 就腿是我的死讯 然后我之前在B站上也看了好多就是相关腿相关的训练的视频 然后包括像一些比较有名的什么美丽芭蕾呀,周六爷呀等等 但是这些视频其实会有一些争议 然后有些人认为它不靠谱 然后有些人认为它很好 所以说我今天请了一个专家 对,来咨询一下这些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脸 我先说一下,我不是专家,就是我只是一个算是从业者 然后我之前也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好 但是在我慢慢的开始自己做视频以后 我对这些有一个改变,我对它的看法有点改变 所以就在这就比较坦诚的聊一下这些事情 这样 这个是一个最近在B站以及微博上特别火的一个前媒方法 叫做五张创可贴一个月腰围瘦四斤体重叫两次 一周瘦四厘米 等日文减肥神器的测评 然后在B站上面是有100万 现在有8人跟我正在看,我们来看一看它 最近在日本食育区的综艺里面发现了一个超级奇葩的减肥方法 创可贴减肥方法 而且你知道他俩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就是他也不说这个方法管不管用 他也不给你安利这个方法 他就说有这么个方法我给你试 我帮你避雷 你又不能指责人家床哥这个东西 万一捡到饱呢? OK今天这个创可贴减肥方到底有没有效? 不用运动不用吃要不用打针 正常吃喝拉萨也就是啥都不用做就可以瘦 每天只要贴五张创可贴 一周平均可以瘦0.88公斤 最多还可以瘦2.4公斤 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 首先在肚脐眼的下方四个手指的宽度的地方 有个穴位叫中极 创可贴竖着梯在下面 然后脚踝上方四指宽的地方有一个三阴胶的穴位 是那个74 我今天是70.5 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厉害的 我会再继续坚持多一个星期看看会不会再往下掉 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生气 就是有很多人问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去信这个 我完全理解有人信这个 如果我曾经我小时候很胖的 我当时不断练的时候 我也得往上查过这些东西 一个这样轻松的方法告诉我能坚持 我也信 我完全理解有人相信 但是我觉得他作为博主 他不应该去传播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就是算大家对这方面专业支持不懂 然后他去想 无论是想要点几量 首先节目那个实验 我们先批开不谈 看他找这个人做这个实验 首先实验样本只有一个人 就一个人的很可能就是 小样本 小样本 太小了 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 然后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变量没控制好 什么叫保持自常饮食 然后没有任何运动呢 而且他每天吃的其实也都不一样 对你每天吃的是不一样 所以你每天摄入的热量和你运动消耗的那些热量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个测试是完全不严谨的 完全没有必要去参考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对这个东西特别坚信的话 你失去的是对一个真正的就是健康的 对正确的访法 运动啊 饮食啊 一个期待 就是试了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让你去每天运动 然后控制饮食 这谁干嘛 对 尤其其实B站上面 我觉得有挺多年龄稍微来说 比较小的小朋友 无论是他通过打到点击啊 还是说他获得粉丝啊 那他其实就把干牙领到一个歪道上吧 再从歪道上回来 其实真的是很难的 就包括我们现在就觉得 就好多人的误区啊什么的 其实就都是 就小的时候 就看一些不靠谱的东西形成的 对对对对 生气 而且其实想减体重减脂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有一个热量差 你的消耗要比你的摄入要少 就这么简单 就稍微开始运动 然后饮食上稍微克制一点 其实就能特别平缓的一点一点 受到一个 加油 对受到一个就是人生电风 那么一个状态 我们来说一个就非常有争议的 也是B站非常火的一个运动博主 就我认为他是我们 就算是中国版本的郑多艳 就很多女孩最开始可能 接触运动相关的内容 其实都是从他这开始的 但是他其实最近两年之一 他的人非常多 然后就是周又延 我一直是一个就是力量训练的爱好者 就当我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心里心里觉得有一点点不屑的 当时我想法很简单 我没仔细去看他 我记得佳佳佳在我一个就是写瘦腿的文章里面写过 就是他的一些训练里面 其实是有那个通过踮脚瘦腿的 对 然后还有大家问我说 是不是就这个证明他的训练的这个没有道理 是这样啊 我仔细看了内容以后 我觉得他的编排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社交腿的动作里边 有垫脚尖这个动作很简单 其实皮革训练量 谈动作其实是有点少不忙的 他没有给到一个很大的训练量 也没有让你去做一个很大的浮重垫脚尖 他这些自重垫脚尖动作 其实反而能让一些没有锻炼的人 他小脚肌肉更有线条 那看上去就是更修长 就是会有手脚 其实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健身圈很多人 跟周六演他的用户比是有两个差别 就第一个是没有这些运动基础 就是纯小白 对 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练 然后第二个其实大家想要达到个身材状态 其实也不一样 就我觉得很不会有就是真正普通的用户 或者说想要练到一个肌肉含量非常好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这种健身圈人看起来很好的身材 就大家这个目标其实也不一样 就如果你是一个女孩 然后你的目标不是我们叫极致的这种肌肥大的话 就是你用他的视频作为一个开始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其实编的蛮好的 就是你会看到他有些小细节 他把很多人就直接给你引进来了 然后很多人用他的视频开始训练 这就是很厉害啊 对就是养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 真的是你前期最最重要的 看下一个 看看美丽芭蕾 这个厉害 这个题目叫美丽芭蕾 天鹅壁 勒断手 对象他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 他就329个人就在看 他一共有3000条弹幕 多少收藏 107万收藏 33万准吧 就有人认为他动作复杂 然后会练那个前方肌 就是会让脖子短 其实就是拿这套天鹅壁为例哈 就是我看了一下动作啊 他的编排 我觉得他是有过力量性的基础 或者说可能有人跟他一起编一个 就是你看他这些动作 嗯嗯嗯嗯 这个像不像测评局的感觉 嗯像 你再来一点 好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对吧 这个不就是练后术和那个三头长虫那个动作 用雅琳做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剧帖动作 而且他可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嗯 这其实和这个雅琳的前面举手 真的他特别像蒙古大汉跳舞 你知道吗 就这样的时候 就就就就这样 嗯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他结合了他的一些舞蹈经验 然后和具铁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去做了那么一个动作的美化吧 嗯 就肯定会复杂一点 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女孩来说 你觉得雅琳测评局 这个哪个会更适合你一点 你哪个街头头部会更高一点 我呀 我肯定喜欢这个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 稍微女性化一点训练 就可能更 对我来说更亲切 嗯 然后更有意思 而且说练斜方肌那个点 是练不好的话 练斜方肌 如果你做的话 你成肩平胸去做这样能够的话 不会练得太多的 而且就算是 就是咱们做一个最经典的雅琳测评局 对吧 嗯 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多多少少斜方肌都会有一点点接力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必须要说 就是他的体态 气质 对他的体态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嗯 就是跟着这样的人在电视上 连天天看就不自觉认识了 嗯 比如说我现在我看到他 我就坐着来你知道吗 对我也是 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就 嗯 其实对体态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整个人折了气的可能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作为入门的训练的话 非常非常好 嗯 再看一个我最好奇的 女团腿 因为她们真的好白呀 是她腿好斜 她也是前面挺有意思的 她前面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小腿上面的肌肉 就是我作为一个直男说一句话 就是我不会对小腿大腿这么在意 我觉得不每个女孩都有自身一个可爱的点 不要因为这件小事老执着这个 把自己的一个自信给丢掉了 我觉得对 对 她一直在拉伸小腿 嗯 有个方向 是这样如果每天拉伸的话 的确对手腿有帮助 原因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如果你一个肌肉绷紧的话 把你们手臂绷紧 它肯定会平常状态下会粗一点 嗯 那你小腿就是紧张的话 也同理 但是如果你的配合上 简直以及一些力量训练的话 这个效果其实会 它能够被这个手臂的效果 嗯 不过这个在马上讲的确是有效的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女孩 她本身腿就又细又长 然后她跟我们说 她达到这样腿的 效果就是每天睡前躺在床上登自行车 然后以及在墙上空腿 这个 共分是啥 就是你假装我这个是个小轮 这是脑袋 这是腿 然后你就这样靠在墙上 然后把腿扎在那里 也不动 不动 原理是啥呢 我解释不了 我真解释不了 这个听起来不是很合理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跟我们终于稍微贴点边 就可能有点敏感 就是挂沙 挂沙 我小的时候就买过 就是在网上你知道 还有那种受腿套餐 自己挂着 是这样 要配合不同精油 只有那个精油 可以受腿 原来就不行 我不懂东西 就是刮沙到底有没有效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 不要自己挂沙 因为 刮沙它的手法其实是很有要求的 还是并动和控制时 来的更靠谱一点 真的 其实就怎么判断这些视频 到底靠不靠谱 或者说有哪些真的是存在扯 一个我认为 我总结的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就像很多姐妹要 会给你承诺效果 一周受敌劲一样 如果说这些视频 你承诺了一个特别夸张 或者是特别快速的效果 就八成是假的 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一个人的话 除了咕咕奖那一点 我觉得还挺难盘管的 嗯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 尽可能的去问一些 懂健身的朋友 多问问 都是好的 就无论是饮食还是训练 都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 就你到底练什么 怎么练怎么吃 就取决于 你自己过去的一些习惯 或者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就很多东西 如果说你真的是小白 其实网上很多 这种免费的就是 运动视频 只要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博主 真的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今天我还会跟她 拍一个就是 腿部训练的视频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到她的频道去看 然后那今天完事了 好了那最后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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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